谈判权以及保障雇员 并没有参与公会而被无理解雇的三项法令之后 引起了各个发生的肢体冲突 并且孩子楼梯跌下了楼下 一共是由五名的保安人员及一名请愿人士受伤 林立会主席对这件事情也表达了她的相当遗憾 在召开的同时 在台湾有一场抗议活动是在同步的进行当中 并且是由台独联盟、建国党等政党 所举办的保卫台湾主权反对亚洲核子化之夜 在昨天晚上是在228合并公园展开 他们同时是以焚烧中共五星旗 还有焚烧美国国旗的动作 强烈要求中共和美国在增进双方关系的时候 不能够拿台湾的利益来做交换 在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 展开高峰会谈的同时 几个支持台湾独立建国的政党和组织 结合了反核团体 一起在台北128公园举办一场1029 保卫台湾主权 反对亚洲核子化的活动 一台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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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一中一定成功的口号 正说明着中共的主题 是他们向中共政权反映 台湾不属于中国 台湾应该独立建国的诉求 因为向来都是反对中共政权 畅言台湾独立的他们相当担心 中共和美国双方在增进彼此友好关系的同时 绝对不可以拿台湾人的前途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 当然有上百人参与的晚会 和过去多数的街头运动相比较 人数是少了一些 不过现场气氛 随着焚烧中共五星旗的动作 推向了最高点 除了焚烧五星旗 他们也焚烧和五星旗并列的美国国旗 象征反对柯江会谈可能会危及台湾利益的任何协议 参与活动的主要成员表示 人数少并不等同于力量小 现场的民众多少 其实这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最主要的因素是我们 就是说运动团体的坚持 今晚的活动也和在美国当地向江泽民表达抗议的团体 进行现场电话连线 而他们也相信 柯江两人的高峰会谈 是独立建国的社运团体 向民众说明建国理念的绝佳时机 五权新新闻李世龙肖定玉 台北报道 就在柯江会谈的前夕 立法院内政及编证委员会 在昨天是邀请到陆委会主委进行张金玉报告 两样的问题固然是目前立委们最关切的话题 但是因为柯江会谈 在目前有关于召开之后 咨询和答讯内容都难有心意 因此在昨天的咨询当中 有许多时候是在语句上来打仗 像是立委不断的追问 政府所谓的明年春天适合谈判 到底是在一月二月或者是在三月 恩计的话应该就是 应该是杨历来讲 一月到三月或者二月到四月 那就讲错了 是二月 二月到四月这个季节 还是那就折中牧村三月 牧村三月江南朝长 杂花生素穷一乱飞 飞到你搞不清楚 我也搞不清楚 不会吧 我们要看到 好啊 那你能不能保证明年三月 两岸之间会有什么开始 什么协商的情况出现 我们没有保证的 张金宇强调 我方主张在不预设立场的前提之下 立刻恢复国安会谈 至于结束敌对状态等相关议题 有可以在国安会谈的时候来谈 不过李登辉总统如果要前往中国大陆进行访问 到底要以什么样的名称 现在还不能够提出来 由于大陆政策像是三通和两岸会谈等等议题 多半是一讲再讲 因此即使在客家会面的关键时刻 登记发言的立委相当的多 但是真正直询时的部分 平常滔滔不绝的立委 反而是显得有一些问不下去了 据在美国的最新财经消息方面 在历经过了两天来的大涨和大跌之后 美国股市今天是否是呈现了多空交战的局面 大重工业指数是以平盘收盘的 那么到底美国股市礼拜三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我们现在就立刻通过岳阳电话连线的方式 请TVBS驻美的特派记者范棋斐 来我们做说明棋斐 好的 聪明 就像你刚刚所说的 纽约股市在经过联系两天的大涨跟大跌之后 今天可以说是相当的平稳 以蓝球股为主体的道琼斯工业指数 今天只上涨了8.35 以7506.67点收市 那么这个大型蓝球股的波动虽然比较小 不过小型股倒是表现不错 咱们追踪中小型股的罗素2000指数 今天是上涨了5.52点 也就是1.3% 那么分析师们一般认为 今天小型股的表现会优于蓝球股呢 主要是因为在昨天已经交易量是达到天量了 那么今天呢 资金的波动呢就变得比较小一点 所以说在蓝球股方面呢 要搬动蓝球股呢 要推动蓝球股上扬 这个资金量需要比较大 所以在今天就显得有点疲弱了 倒是小型股呢 因为一方面在昨天并没有能跟上这个大涨的局势 那今天才赶上来 另一方面呢 因为要推动这个小型股上扬的资金量比较小 所以今天看起来那个表现就比较明显一点 那么在各类股中呢 是以电脑股的表现比较疲弱一点 包括达尔电脑 康百克电脑等呢 今天都是下跌的 那么分析师一般是认为说 电脑股因为是受到亚洲股市 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类股 所以因为大部分的电脑产品 大部分都是出 不是出产在亚洲 就是卖到亚洲去 所以跟亚洲市场的关系最为密切 那么亚洲市场在 我们大家都知道 亚洲市场目前是问题重重 所以说电脑股呢 在这边就受到投资人的质疑 所以今天电脑股的表现 谢谢大家